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就住今个月的主题 《属灵生命的成长》 为你揀选第四篇的主题文章 主题为《听道而信道》 先和你读罗马书十章 八至十七节 第八节 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清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口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起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 何等皆味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第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巴牧师因为受伤而影响了声带 令到他陷入长达十五年的危机 和抑郁自重 他心在想 一个不能够说话的牧师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他苦苦思想这个问题 向上帝倾诉他的悲伤和困惑 他回忆说 当时我只知道要做一件事 就是追寻上帝的话语 接着他花了更多的时间 阅读圣经 他对上帝的爱 亦都与日俱增 他说 我不身致力于吸收 和浸淫在圣经当中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亦都就是听从上帝的华语 在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当中 我们会读到 信道从听道而来 保罗卢静 保罗学望 去所有的犹太同胞 都相信基督 并且得到救恩 那究竟要 怎样让他们相信 就是要 которое 建立起他们的信心 正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巴牧师尋求领受 并且相信基督的话语 尤其当他阅读圣经的时候 就更加感受到 他每一天只能够说话一个小时 并且说话的时候 喉咙会感到疼痛 但是当他反复咀嚼圣经中的话语 他就能够不断地得到 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和满足 同样 你和我身陷困境的时候 也都可以相信 主耶稣会透过他的话语扶持我们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挑战 当我们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靠你遇这刻 用我心靠近 安堂于主的人手里 联透我心陷 平静我内心 年吻这半生 脱去故我今可得再生 为了我心静我 为了你是盆石 此下旧属于永生 恩到我在你爱内重生 敬拜我主 爱我为我牺牲 责美教主 成过世间 全因你私信 靠向我主 恨每一刻 能跟你亲近 为愿有着你献收公下 各位朋友 当反复默想圣经经文的时候 如何加强你的信心呢 即使生命中充满挑战 你又怎样从中得到满足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提醒我们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慈爱的上帝 即使我陷入困境 痛苦难当 但我深信你仍然会赐给我盘膜 求你将我素造成 合你心意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导我在你内内重生 连爱我主 爱我为我牺牲 责美救主 成过世间 全因你私信 靠向我主 按每一刻 走每一刻 能跟 你亲近 为缘有着 你牵手共跳 天大我主 爱我为我牺牲 责美救主 成过世间 全因你私信 靠向我主 行会一刻能跟你亲近 会愿有着你牵手共享 多谢你收看收听为你所揀选的主题 听道而顺道 盼望当中的内容和诗歌 能够让你更加看到 生命即使充满挑战 我们仍然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得到满足 邀请您可以继续收看我们其他的主题信息 愿上帝慈福于你